大家好 歡迎來到法輪最前線 老師昨天請了個假 所以說昨天沒有錄影 那我們持續看到目前的一個盤勢 走出一個繼續反彈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今天9月13號 晚上8點半要公佈美國最新的CPI 目前美國的 幾個大券商 像花旗等等 像一些央一些投行來講的話 預估在8上下 那我也認為這個數值應該會往下掉 但是這邊 到底怎麼看 那我認為反彈的確有啟動了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昨天沒有錄影對不對 我們昨天早盤9點半 應該這樣講 我們前一天 上一次的這個開盤是在上禮拜四 那上禮拜四把我們講說 期貨空單回補之後對不對 那也補掉部分的股票空單 來獲利一半入帶 期貨把它全部了 所以剛好禮拜一的往上 其實我們就順勢反手 去做一個往上做 但是這個地方做的很短線 為什麼 因為今天晚上公佈CPI 我剛講到其實各大投行 都預估是一個往下降 可是問題是我在看一下 克里夫蘭央行 就是美聯儲的一個預測的一個數據 他預測那個 核心CPI 反而是從6.2 6.26往上到6.5級左右 所以他反而核心CPI是一個往上增 所以今天晚上公佈的數據 會真的讓股市有一個大漲的前提嗎 我覺得不見得 因為畢竟這一波已經走出一個反彈局面 所以最近的行情 震盪還是會有 那只是反彈開始來講的話 反彈行情該怎麼做 目前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好 那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的確有機會哦 這是美國的S&P500指數 連續幾天是一個反轉往上 所以你看到像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個道瓊指數來看 也是一樣 開始走出一波反彈向上的局面 包含像最近 這個烏二戰爭 烏軍大有進展對不對 在哈爾克夫那邊 有一個明確的反攻嘛 會不會他預測這個通膨往下掉 所以說最近的這個 天然氣價格也開始往下掉 那這當然是一個利多的一個訊息 但是我們持續回到這個大盤來看 我想這邊怎麼看後續的行情 那當然就整個經濟趨勢來看的話 目前我們處於一個經濟衰退 但是通膨還在高檔 然而通膨有機會開始往下掉的這個部分 然而還有變數哦 我剛講到這個核心CPI往上了對不對 那我認為這邊 開始會走出一個比較混沌的走勢 有時候可能行情 暫時止跌 所以我們包含像上禮拜四到昨天的早盤 9點半之前 我們把所有空單全部回補 所以昨天幾乎是 全部早盤回補之後 處於空手的一個情況 你看昨天像是 萬海像是 景碩像是會樣KY都大漲對不對 那我們早盤回補還可以 所以你看到目前 在前一波的一個空單操作裡面 萬海大概賺20%吧 然後景碩大概10%左右 然後會樣KY大概是 15%上下 這個這個數字 我們就獲利放口袋 那同時期貨在上禮拜四補掉對不對 賺500多點 500多點左右 剛好就獲利入袋 所以這一波 這波行情來講的話 往下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做的還不錯啊 整個往下的結構裡面 等於說空單大獲全盛 那現在重點是這邊 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有空轉多 當然我可能看的部分 不見得到非常的樂觀 只能說以一個中性看待 但是這也提供了一個 可以開始偏多操作的條件 我這樣講 行情是這樣子 往下走 很明確的往下走的時候 你就做空嘛對不對 你何必要逆勢呢 可是如果說行情止跌開始 有分兩種 一個是盤整 它往上 它是慢慢的上 進三退二 一個是大漲 對不對 我認為現在比較像是一個 有機會止跌 然後走出一個慢慢往上走的行情 所以這邊的選股怎麼選 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對不對 大盤這邊 有沒有機會站穩月季線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外來講的話 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或者 它會走出一個比較拖時間的一個橫向整理盤 因為台灣這個11月要選舉嘛 那通常選舉來講的話 對於行情的操作 我覺得也是一個 比較算是對利多吧 利多去做一個解讀吧 選舉對 一個指數是一個利多操作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怎麼樣去走這一波 未來的一個反彈格局 我認為大概走出一個 橫向往上的部分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慢慢漲的一個部分 所以選普就很重要了 這裡你要選景氣 循環往上的嗎 我們看一下 像2615 對不對 萬海 萬海我認為是這樣子的 大概只跌了 你說它有沒有一個確切的一個回升 我覺得機會比較小 你看我們前面一波對不對 這一段 這一段 20% 昨天的早盤把他補掉了 我那麼可能也覺得走一波反彈 可是你說萬海航運股 有沒有機會走出一個大回升 我覺得機會相對少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 經濟在往下 對不對 通膨在高檔 雖然說通膨觸底 但是他仍舊是一個 經濟往衰退的方向前進 所以一些 跟景氣循環往上的部分 他就不會漲 你看像是光學好了 最近還算蠻強的 蘋果已經發表了 股價不動了 對不對 郁金光 他是比較強一點點 他是因為有什麼 有元宇宙 可是元宇宙現在也就是個題材啊 你看整個波段來講的話並沒有漲很多 反正最近漲什麼股票 你看 喬山 運動器材的部分 對不對 8462 博文 這是 你看嘛 力量起來對不對 健身工廠吧 還是健身工房 健身工廠 1515 立山 位階不算高 但他走出一個比較完整往上的部分 這是在目前來講的話 我認為 某些產業走出自己往上的道路 你看到 運動器 運動仿製的部分 今天也是大漲 好 這是如何嗎 打出底部對不對 往上 巨 創短線行高 也是一個打出底部往上的結構 所以我認為 後續的行群怎麼選 這個 先講到大盤 這邊我認為應該是止跌 止跌再走出一波往上的行情 那我認為呢 要大幅回升 不太容易 你說大幅 所謂大幅回升 就是 佔上1萬5 賣相1萬6 再往1萬7 再過新高 你覺得 這個機會相對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景氣在往下 所以全值股 不容易 有一個大成長 那自然股價會反彈 但他不會大漲 我們再回到看一下這個個股的部分 你看台積電 只能說他可能止跌嘛 對不對 會不會再往上大漲呢 我認為台積電就是這樣子 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 就是 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如果說未來景氣再往下走的話 那還不排除 會 再測低點 這是我認為 跟一個 以這個 景氣往上的這個部分 像是電子零組件 電子股 航運股 比較像這一類的 我認為進入一個比較大的盤整 或者是一個盤跌的走勢 所以這塊來講的話 他就不是我們要去做篩選的標的 反而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的下個階段 我就跟他講啊 行情往下的時候往下做 那現在呢 行情止跌看起來有機會往上 我開始要往上做了 我們今天 應該是昨天的下午盤吧 到今天早上期貨做個短線 昨天下午買今天早盤賣掉 好 期貨做得懂 因為今天晚上公布的重要數據 我認為市場上還是震盪 因為我們做期貨 你不需要去壓那一種 不確定的一個因子 畢竟行情也有一波的反彈 那會不會晚上出現震盪 又有一個好的買點 我去再看看 或者是還真的轉強 往上突破了 我們做突破買點 這是一個做期貨裡面 你可以往上做 你可以往下做 那我的宗旨是這樣子 無論股票或期貨 行情往上的時候往上做 行情往下的時候我往下做 那現在往下這一段看似結束了 那我是不是開始要往上做 我想大家你要跟上老師的腳步 你要注意 好消息是怎麼 天然期價格再往下掉 對不對 我想持續關注老師的一個分析 持續追蹤 老師的一個頻道 這是美國的一個信用 歐洲信用委員 來到高檔區 會不會有疑慮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這邊 多空訊息參半 只是現在可能多方 這個指數在經過修正之後 有略勝一籌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邊 持續跟上老師的頻道 我想行情不用看的太複雜 往上的行情 我就往上操作 往下的行情 我就往下操作 前一波 你看這一波 前一波從15000點掉下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期貨賺500多點 5600點 對不對 期貨賺5600點 這是一口一口做計算 對不對 5600點 股票呢 我們放空什麼 萬海 獲利將近20% 景碩 高10%左右 會昂KY 15%左右 那現在 開始 做出一個 由空轉多的操作 人為行情 並不是大多頭 它是一個盤整結構 是一個盤整往上的結構 怎麼操作 趕快跟上 我前貫週的腳步 我不是跟你說 這個連電60塊絕佳買點 友達25塊絕佳買點 套了一缸子 不是 我們就是 往上做往下做 都有好的一個節奏 謝謝大家 本公司以往直擊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借證券 無不當是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實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頂了 工作途復活動的 資格 數目 始終 進